国旅补助7月15号正式开跑了 为了加码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游乐园 平日三折优惠 花莲海洋公园特别和花莲在地的五家赏金业者合作 从今天开始 只要凭远雄海洋公园的悠游国旅三折优乐园的发票 就能依消费金额折抵平日的赏金传票 期待大家对金屯拥有更深度的了解 海洋公园吉祥物开心的在赏金船头跳起舞来 因为从7月15号开始 不只是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游乐园平日三折优惠 海洋公园更加码 和花莲在地五家赏金业者合作 从即日起 只要凭远雄海洋公园游游国旅三折优乐园的发票 就能依消费金额折抵平日的赏金传票 这次因为在疫情的过后 其实因应的整个暑假来临 其实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地方 所以花莲的业者算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大合作 由海洋公园跟花莲的所有的赏金的业者 共同推出希望大家来花莲玩 也就是说可以透过暑假三折的门票之外 还可以全而抵花莲的平日的赏金的门票 这个其实在花莲在旅游业来说 第一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整合 其实希望透过海洋公园的一个号召 我们其实希望花莲的旅游业者 可以陆陆续续的加入 让整个花莲旅游的一个共好的环境 可以更加的完整 因为我们现在在推行的所谓的友善的赏金 那我们也希望跟海洋公园合作以后 也能够推出友善海洋跟友善花莲 所以到花莲各位一定要有深度的旅游 那一定要对花莲的海洋有所认识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波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我们会继续来推下一波有关海洋的一个活动 而且是永续经营的友善的 海洋公园则是不仅积极推动 携手护海洋的理念 更希望持续透过教育生根及具体行动 落实相关作为 期待游客们经由赏金行程 可以对金吞有更深度的了解 也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共同整合花莲业者的力量 带领旅游业大步向前冲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师报导